下鍋 大約每30秒左右翻面一次 這很適合一些年輕人 他們要健身啊 想要多吃一點蛋白質 梅花牛其實還蠻不錯的選擇 大家自己簡單講 最近在美食賣場這幾個月 好像都有賣這個梅花牛 有新的這個產品 是 其實他就是那個樂眼的鄰居 如果說你知道怎麼挑的話 上次我們有講過 你可以挑到又便宜 然後品質也不錯 可以拿來煎牛排的好肉 這很適合一些年輕人 他們要健身啊 想要多吃一點蛋白質 想要吃大塊的牛排 但預算有限的狀況之下 梅花牛其實還蠻不錯的選擇 不只年輕人 像大叔也還蠻適合的 上一次我們有講過說就是 他其實有上蓋的 同樣的一條肌肉 然後也有樂眼器 只是比例比較少一點點 那今天就是以簡單為主 不需要特殊的設備或器材 直接在瓦斯庫上 煎厚切牛排 Let's go 還記得上一集我們開箱整塊8公斤的下肩胛肉 分切後做了一鍋超過2公斤的燜燉牛肉 Pot Rose嗎? 好啦就叫它梅花牛肉好了 今天更深入 教大家如何分辨前端和後端 兩者來自同一部位 價格一樣 但肉質大有不同 懂得如何挑選 懂得如何挑選就能入手CP值超高 媲美樂眼牛排的好肉 之前有說過我們熟悉的美牛樂眼肉 是從背肌的第6根到第12根肋骨 而第1到第5根肋骨呢 是包含肩胛部位 所以肩胛靠近肋肌RIP的那一段 其實是樂眼牛肉的哥哥 只因標準的塗在分切法 硬生生的把兄弟拆散了 其實老饕知道 下肩胛肉卷Chuck Eye肉 可以分切兩片約3到4公分厚 只比親弟弟稍微遜色的Chuck Eye Steak 肩胛眼牛排 也就是梅花牛排 俗稱國名樂眼Pullman's Rib Eye 也叫Steak Domenico 一條牛只有4片 每片約700公克 梅花肉其實是好幾條雞肉組成的 中間布滿了脂肪和筋膜 左邊是靠近頸部 右邊是靠近樂肌的梅花牛排 而梅花牛排 首先就是要辨識彎月形的上蓋肉 Top Cap 這一塊上蓋肉呢 就是樂眼牛排最珍貴的老饕牛排 是同一塊肌肉 然後隔了一層結地組織和脂肪的 就是跟樂眼牛肉的樂眼心 RIP Eye Roll是同一條肌肉 但在肩胛部位的樂眼心會越來越小 另外會開始有好幾條的其他肌肉 越靠近頸部就越多越大 這些肉的肉質比較有嚼勁 較適合蹲矩 左邊這塊肉是從頸部的那一段切下來的 很明顯油花少了很多 講了一大堆 重點只有一個 就是要學會如何分辨彎月形的上蓋肉 長得越像樂眼牛排的 就越有可能是身為親兄弟的梅花牛排 拿它來煎很OK 當然樂眼及牛梅花的價錢差別不小 那麼經濟實惠的牛梅花 用它來做牛排 口感會是如何呢 今天會做個簡單的鍋裡醬 先準備好香菜 辣椒、大蒜 放入攪拌器 打碎 準備好再用 準備開始煎牛排了 熱鍋 撒鹽 準備好自製的褐色奶油 熱鍋 熱鍋好了 下鍋 可以看到 我們有用棉線來防肉 目的是定型 煎的時候不易散開 因為是厚片 大約每30秒左右 翻面一次 煎了約4、5分鐘左右 加入奶油 放入米別箱 炸蒜 這次要煎到中心目標45度左右 差不多7、8分鐘後 牛排就可以起鍋了 準備靜置5-7分鐘 開始來做鍋底牛排醬汁了 加些雞高湯 加些紅酒 如果沒有沒關係 可以之後試試味道 適量加鹽 開始手乾約1 3分之一 關火 加一些奶油 黃芥末醬 倒入之前打的香料 炒約40秒到1分鐘 就可以起鍋了 把靜置好的牛排 可以來切片了 放些生菜 倒上牛排醬汁 跟臉一樣大的牛排 完成了 跟臉一樣大的牛排好了 果然 如果男生女生愛吃大牛排 預算有限之下 牛梅花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跟上蓋肉是同一個雞肉的 那個部分開始 就上面這一塊 好我們來試一下 上面這一塊 有差嗎 今天大叔的手度 我覺得 嗯還不錯 差不多3分嘛 顏色很不錯 還有一點雞膜在 對 沒有說那個 平常熱眼的上蓋那麼嫩 分配到牛梅花不會是家的 哈哈 即使是同一條雞肉 它好像運動也是比較多一點 會不會是這樣 有可能 比較嚼勁一點 雞膜還真的蠻多的 嗯 雖然它是prime 價錢低啊 那我們來吃中間這一塊 跟熱眼心是類似的部位 Cheers 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中間那塊肉 熱眼心比剛剛那個 所謂的上蓋好一點 那最後下面這一塊就 也不是熱眼心 也不是上蓋 是熱眼沒有的地方 就是 複雜的肉 其他肉 對 其他的部位的肉 它油花不是那麼多 然後運動的也很多 大部分就是瘦肉 你看看得出來嗎 還蠻lean的 對 瘦肉比較多 沒有什麼筋膜 大部分是瘦肉 這一塊也不錯啦 想要多吃一點蛋白質 好啦我覺得OK啦 再加自己簡單講 Cheers OK 還可以啊 好 把它嚼勁 你看牛小排的感覺 對 但是牛小排的肉味比較重 但我必須說 如果這樣子一整塊 700多公克的牛排 然後又是Prime等級 然後你有一些中間算是不多啦 熱眼心也是有 還是十分值的 對 因為一般熱眼可能要差快一千塊 差快三分之一的價錢 然後記得要挑選靠近肋骨的那一端 不要靠近另外一端 這樣子你就會挑到CP值超高的好貨 今天又是我們大塊吃肉的時間 有興趣 大家朋友在家可以試試看 比比看誰的臉部 誰的肉最大塊喔 然後如果說大家知不知道說 上面那塊到底是不是上蓋肉 跟老超牛排的Ribuy Cut 到底是不是一樣 告訴我們 大家可以交通客 到我們的臉書社團 廚藝功課報告來 那我們下次見囉 Cheers Bye Bye 大家趕快煎大牛排 Yeah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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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